雖然今天公布的確診數字是相對少 但這個可能是農曆年新清透 市民未必是想去看醫生 以及很多診所都是休息有關的 希望各位市民都切勿鬆懈 今年農曆新年 我們知道很多市民已經減少出外拜年 以及社交聚會 改為用視像程式或者社交媒體 向親友問候和祝福 在這裏是非常感激市民的全力配合 社會上依然是有一些傳播鏈未被發現 所以如果我們稍微鬆懈 個案是有機會上升的 市民在這幾天農曆新年的期間 中國人的傳統很多都不喜歡去看醫生 所以在這段期間如果有感到不舒服的話 例如有以下的病徵 例如發燒、佛力、肝咳、呼吸困難 出現鼻塞、頭痛、結膜炎、喉嚨痛、腹射 喪失味覺或是臭覺、皮疹等 其實這些都是新冠病毒病的一些病徵 大家是需要立即求醫的 千萬不要等到假期完結之後才去看醫生 發生這些人出來就做的 出現鼻塞、可不可以的 停止 出現鼻塞、靠病毒病毒 有很多人在想吃 有很多人在想吃